不会拐弯的人 这一辈子一定是撞墙的命 说不撞南墙不回头 撞了一次南墙就回头的 一定是天才 撞了几十年南墙不回头的人 那就叫命运 也就是说这辈子也就这样 所以修行者就是随时随地 总结自己撞墙的过程是怎么发生的 不仅如此还要总结别人是怎么撞墙的 不仅如此还要总结历史上 很多人是怎么撞墙 和撞了枪招是怎么拐弯的 在咱们近代 中国就出了这样一个特别经典的人 就是毛主席 当初有人问 说毛主席啊 你这么有智慧 是不是就因为你读书读得多啊 毛主席从他摆了摆手 读书比我读得多的人 多得还no 一想也对啊 你看人有些个专门读书的一些个教授 比毛主席读得很多啊 那人又问了 那既然不是因为读书 那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毛主席就给了两个字 叫总结 这俩都是不是太熟了啊 刚才我说那一话 总结自己的撞墙经历 总结别人撞墙的经历 总结历史上那些撞了枪 是怎么拐弯的经历 所以你看毛主席这一生 很少犯错 因为每一次犯错都会让他拐弯 都会让他提升智慧 所以中国有个成语叫取净投游 这才是人间那个最微妙的智慧 所以当初领袖就说嘛 我不仅总结我自己 我还会总结别人 别人的经验我要学过来变成我的 别人的教训也要学过来变成我的 不能说我出了教训我再总结 那如果是教训太大 比如犯了罪 你总结的话 你轻则在监狱这不待几年 待几年你出来之后 说我出来再奋斗 说几心的话 你出来之后再看看这个世界 人生重大机会也许只有一次 尽管过去也有那种 浪子回头金不换的这种励志的格言 但是真实的现实是 一旦出现了重大错误 想再赢得人生那种 闲鱼翻身式的命运改变 概率很小 所以有的人说 哎呀在监狱的待几年 我出来之后终于认识到了 我出来之后再好好看 异象天开 都改变了你跟这个环境 跟这个系统的关系 想再从找自己的位置 你已经有很多程序都已经落后 都跟不上了 我见过我身边不少的人最终 挣扎了半天 也想做这个也想做那个 最终实际上别人心里面 都对他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他真的改变了吗 你觉得别人对你的相信会那么简单 你还有多少年再去积累出 那种没有瑕疵的信任 人的命运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就是 不要等到自己身上出现 重大的灾难在醒悟 而是在别人出现之后 你来醒悟